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喇叭手替換 這個喇叭手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般我們常見的 兩邊都是圓形的喇叭手那他的替換有一個最大的訣竅呢就是要從內側 內側有一個圓 小圓孔 要從這個地方進行替換那我們首先先用最小的一字螺絲起子 那我們這次也是選用格雷拉的幾人起子 因為他可以換很多頭 然後呢我們只要輕輕的這樣壓進去壓進去之後呢 他的前面這個頭他其實就會開始 可以脫出來 大家可以發現很輕易的他的頭就已經被取出來了 接著呢 可以替換 4Mini的一字起子 4Mini的一字起子呢我們可以從兩端 兩端他會有一些勾槽 這邊有個勾槽 另外一邊也會有個勾槽 然後呢他可以進行所謂的 把這個 這片子把它拿下來的地方 這時候呢你就會露出了所謂的 鎖心這個部分 那鎖心這個部分呢你們可以看到 他 他我們就可以用 狗雷拉的極輪起子 把把拴出來 鎖心這個部分 相對而言他這邊已經 非常輕鬆的已經開了 他接下來呢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 這個部分的鎖 也把它鎖開來 扁平的一部分一樣是用4Mini的這個 抑制的螺絲起子 可以敲開了 很輕易的就可以把它取下來 先取下這一個 然後這個就會跟著一起起來的 這是取下來的方法 將鎖拆下來之後 就是要把 新的鎖給 拴上去 那我們去房間買完一個新的鎖 我們這次選的是一個 黃銅顏色的鎖 他的步驟也是很簡單 我們裝上去之前他們會把它固定住像這個樣的兩端 然後他是沒辦法拉開的 那一樣我們也是從內側 內側的這個 這個部分他有一個小孔 也是從這小孔部分用3Mini的 這個螺絲起子 輕輕的弄他一下 把它壓開之後他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分開了 分開之後就很簡單 我們就可以把 等下我們要 安裝上去的東西給 先取下來他就有剩下另外一邊 接下來我們也是要有鎖 由這個 外面的鎖型先開始 還有我們剛剛 就是有把也是取下來的這一部分 那接下來要注意的一個地方的是 我們看到有這個像這個 這鎖型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 有兩有兩端 那要小的這一段是要朝內內的 朝內側的 所以你可以先裝上去 把它裝上去 然後裝上去之後呢 就是從外面這邊 從外側往裡面裝 外側往裡面裝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小卡榫 他可以輕易的把它就 把它裝 裝進來 然後把他們兩個密合 密合的樣子 好 密合好之後裡面就 簡單多了 因為我們就是把剛剛取下的 這兩個部分 然後我們要依序的孫上去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要把我們剛剛三 迷你的一致鎖 換成 二號的 或是起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 把這個 護片的部分 把它裝上去 這其實很簡單 轉一下就可以卡住了 然後我們最後要把這個喇叭 鎖的這個頭 穿進去 那簡單來說 他最大的重要的一個地方就是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一致的一個孔 他要跟鎖上的這個洞呢 他要是 MASH在同一個點 所以我們只要沿著這個點 用力的把它弄進去 好 再把它 弄緊一點 好 那我們基本上 每個喇叭鎖 換就完成了 來吧